Salut les amis, 我是冬冬, 歡迎收看飲食法文 近期一年數次的美食體驗之旅, 不管是否法國餐 到吃甜品時, 都不約而同是 crème brûlée 或 crème gâchamel 可見這兩款甜品的流行程度 不少朋友在吃到這兩款甜點時都說 雖然外觀有些不同, 但吃起來幾乎是一樣, 沒有什麼分別 而且他們的中文名字亦很混淆 如果在餐牌上寫的是, 焦糖燉蛋, 或焦糖布丁 相信很多人都不能肯定地說, 究竟是 crème brûlée 還是 crème gâchamel 這次就讓我講一下異者的分別 建議中文應該怎樣譯, 和一些他們的歷史 其實如果大家看過我之前製作這兩款甜點的影片 就應該知道 crème brûlée 和 crème gâchamel 在用料上有所不同 所以口感和食味都不一樣, 一吃就能分別 先講 crème brûlée 很奇怪, 它的名字雖然是法文 但幾乎所有美食歷史研究者都說 它源自法國的可能性很低 因為早年在法國一直都找不到它的食譜 反而在英國, 做在十七世紀 就有和今天非常相近的食譜 最初的名字是用英文, 叫做 burnt cream 後來不知道是不是覺得法國美食較為出名 用法文名會顯得較為高級 於是就改用法文名叫做 crème brûlée 當時做這款甜點的用料, 和今天的大致相同 都是糖, 蛋黃, 和奶油, crème 做法就是煮好之後, 倒入碟裡放涼 然後灑上砂糖 再用一個叫做 salamander 即是一款有長柄燒紅的生鐵餅 辣下去將砂糖辣到焦香 這樣就可以吃了 Salamander這個字原本是指一種爬蟲類動物 中文音譯叫沙羅萬蛇 外形似色譯 歐洲相傳它不怕火 還生活在火焰裏面 當然是不可信的 但它是有劇毒的 據說人吃了被它爬過的食物都會即時死亡 真是很恐怖的 但就是這麼奇怪 只是因為這種動物活在火中的傳聞 英國人就將那塊用來辣 creme brulee 上面的砂糖的生鐵餅 都叫做 salamander 不理真的 salamander 只要爬過食物都可以毒死人的恐怖傳聞 還吃得這麼開心 真是很難理解 希望我講完這個典故 大家不會因此而敢吃creme brulee 講到這裡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就是英國劍橋大學的聖三一學院 Trinity College 的標準甜點 據說就是creme brulee 而且他們特製了一個有效輝的 salamander生鐵餅 用來辣它們的creme brulee 上面的砂糖 讓它有如印了效輝一樣 因此creme brulee 和英國的淵源 其實是非常深遠的 說它是英國甜點實不為過 時至今日 當然再沒有人用燒紅的salamander 來辣creme brulee 上面的砂糖 取代它的是一種特製的烤爐 發熱線在上面 通過極高溫把糖燒焦 這種烤爐都叫做salamander 或者具體一些叫做cooking salamander 不過更簡單的方法就是用一個噴火器 法文叫做salamander 英文叫做blue lamp 直接用噴出的火焰來燒 至於creme brulee 美食歷史研究者 較為相信它真的源自法國 但出現的時間較為遲 大約是在二十世紀中後期 即是二次大戰之後才興起 而且在一段時間內 整個歐洲都很流行 但不知為何 現在它的地位就有傾向被creme brulee所取代 可能是因為它的用料 雖然同樣有糖和蛋 但就沒有用奶油cream 而是用牛奶 因此它會較為幼滑 但口感就不像creme brulee那麼豐富 而且creme brulee用了奶油cream 所以更香 但就會較為膩 亦都基於這個原因 排除了焦糖的不同 單單是吃蛋漿的部分 是完全可以吃得出誰是誰 但我亦都曾經吃過一些餐廳的creme brulee 配方似乎是用了creme brulee 結果兩款甜點沒有什麼分別 令到不經常吃它們的人有點迷惘 最後講一下它們的中文譯名 個人建議 creme brulee應該譯作焦糖燉蛋 因為法國人做這款甜點的時候 幾乎肯定是用Bain Marie 因為這種和我們中國人所說的燉 極為相似的做法 所以適宜叫做焦糖燉蛋 而creme brulee就建議叫做烤糖布丁 原因是甜點上面那層的焦糖 是烤或燒出來的 所以就應該叫做烤糖 而下面蛋漿的部分 雖然也有師傅建議用Bain Marie 隔水燉出來 但大多數人都是用焗爐焗出來的 所以不應該叫做燉蛋 而布丁英文是poutine的陰形 一般是焗或是煮出來的 與Creme brulee的做法較為一致 所以將這兩種甜點分別叫做焦糖燉蛋 和酵糖布丁 就可以很明白地知道 哪個名字是哪種甜點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呢? 這次就說到這裏 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內容 記得訂閱 到此為止